最后一位的分享者是来自台湾的怡红 那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怡红的分享 她在泛牛班上推行弟子规 也落实爱与感恩还有祝福 把学生这个泛牛班的学生整个状况翻转过来 所以让我眼前一亮 那再加上太阳灵验转运法的运作 所以灵感特别多 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怡红 来听听她的分享感恩 好感恩主持人 然后线上的所有的嘉宾大家好 我是怡红 我是来自台湾的最北端基隆 然后今天很开心呢 能够在线上跟大家来做一个交流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生命当中 在我的教学生涯里面 那些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一些案例跟情况 那怡红呢是一个中学的老师 那我所教导的学生基本上就是16到18岁 然后在台湾呢也就是所谓的高中生 那我教的是职业类科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技术高中 我教的是电机 那在这边呢 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分享 因为其实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 接触到一个如此的系统啊 我想现在怡红可能每天还在与学生 用力的奋斗 然后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我记得我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 是我当初带放牛班的第二年 用带的放牛班是货真价实的放牛班 他们在上一个阶段 13岁到15岁 也就是台湾国中这个阶段的时候 可以说是除了学习以外 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做了 上课睡觉 上课吵闹 反正学习以内的事一律不做 学习以外的事什么都做 那他们在所谓的升学考 也就是会考的时候 我们都俗称叫五息 基本上呢 你只要能呼吸 能写姓名 你就能够得到一个息 那有五个科目考完 就会得到五个息 他们就是在原来的学习 是这样状态 那怡红当初也是懵懂无知啊 学校安排任务给我 我就去带学生 那结果没想到带到这一群啊 我真的是每天气到啊 蹊跷生烟 其实怡红相信 在全世界所有的教育工作者 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区 大家都是秉持着一份教育 爱的心情 要来从事教育工作 我们期盼的 我们所在做的 其实就是引导孩子 可是我们知道 其实最难的就是 把我脑中的想法 然后让孩子们去学习 理解并且拿来用 而面对这一群放牛班的孩子 他们真的是很难教 很难教 上课吵闹 不听课 然后爱辩论 然后甚至还有诸多是有家庭问题的 不管是父母工作不稳定的 经济有问题的 还是家里面孩子已经跟爸妈闹翻的 那我也有遇过有孩子 他在来我这边念之前 他跟爸爸的关系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他是用拳头 用情绪来表达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能与家里面沟通的一个情况 他家里面的墙 他房间的墙 都被他用拳头垂到烂掉 真的是很可怕 那还有一些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孩子们 跟一些年纪比较长的 或者是一些有一些灰色地带的小朋友 聚集在一起 整天闹事的 不以学习为主的聚集的孩子 总而言之呢 有乖的 调皮捣蛋的 闹事的 社会化的 全部都聚集在这个班 但他们只有一个特色 就是除了学习以外 其他什么都做 所以当初第一年 一用真的是用了很大很大的心理 想把他们教好 一开始来建立老师的威严 很凶 然后赏门很大 然后用了很多的处罚的方法 甚至把我的那个情绪啊 常常都在一个高张的情况 门也甩了 杯子也砸破了 讲桌也推倒了 甚至把学生的桌子都翻了 就是要他们听话 可是久而久之 你会发觉孩子们 其实他们就是配合演出 反正遇到我 他们就假装演一下 可是只要我不在 他们就是回复原来的样子 所以当初我们都开玩笑说 他们就是人类进化史当中卡一半 从猿猴到半人猿到人类 他们没有进化成功 简单来说就是听不懂人话 就是很难带的一个班 调皮捣蛋 什么事都做 很苦恼 当时每一天呢 一用都拖着沉重的脚步到学校 因为我永远有接不完的电话 听不完的抱怨 潘老师你们班没教作业 潘老师你们班没有好好念书 潘老师你们班上课状态不好 潘老师你们班对老师不尊敬 各种所有事情 打架闹事 出入不正当场所等等的 真的是每天处理不完 当时啊 我的身心呢 真的是非常的具体 我很想很努力 我也非常有心 但是我能力真的有限 几度呢 都出现了想要放弃的一个想法 但是就是秉持着一个想要把孩子好好教好的心情 所以始终没有放弃过 但内心呢 其实不断的在呐喊 究竟该怎么办 有没有人可以救我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我好想把他们带好 可是我苦无方法 那个苦啊 真的好苦 真的是苦 然后就在他们二年级的时候呢 一红因缘际会接触到钞码 然后接触到钞码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改变的 其实是我自己 我发觉原来我的心态 其实不太对 我对人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标准 很多的要求 可是我少了一些倾听 少了一些同理心 少了一份爱心 我想把孩子们带好 可是我设下了很高的标准 就很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如果你要鱼缸里面的鱼 学会爬树 那根本就是原木求鱼办不到 因为它的技能跟本性 本就不在此 那是一件很困难 很困难的事情 于是呢 于宏开始调整自己 我开始将钞码里面 学习到的几个关键字 融入在我生命里面 第一个叫弟子规 我因着钞码 在这边学习的时候呢 我开始阅读 开始看蔡里旭老师 所讲演的弟子规 在这里面 一同发觉了 人生很重要的宝藏 因为弟子规 讲述的为人处事 最应该要做的基本道理 我先检讨我自己 我发觉我有好多 好多 好多地方 没有做好 于是我就开始修正 修正 修正 在这个修正的过程当中呢 我也发觉到 其实当我修正了之后 我也感觉到 我每天的心情 也变得更好了 再来 第二项法宝 就是爱与感恩 爱与感恩呢 它真的不只是口号 而是每一天存在自己 心里面的东西 我从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开始做改变 我感恩每一天眼睛睁开 都还在地球上 都还有机会 都还能够呼吸 还能够看看阳光 看看蓝天白云 感谢我的房子 感谢我的车子 感谢我生命当中的一切 同时呢 我也开始将这一份爱的感觉 将这一份感恩的心情 带到了教育现场 我很感恩也很感谢 眼圈这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 真的因着缘分 我们成为师生 不管他们今天 是否已经变好了 就算依旧还是调皮捣蛋 我开始用珍惜的心情 用感恩的心情 用感谢的心情 能够让我们今生能相遇 我放下了我对孩子们的 诸多成见 我开始试着去观察 去聆听 去注意他们的特色 本质以及优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开始感受到 我们老师跟学生之间的相处 变得更融洽了 以前我总是带着一颗 愤恨不平的心 愤恨不平的心 其实你一踏进教室 学生就感觉到 老师心情不好 带着指责的心 看不顺眼也多 久而久之 就是师生关系 剑拔弄张 可是当我开始调整之后 我看到的他们 在我眼里 真的就开始不一样了 原来他们也可以这么可爱 当然是在念书的领域以外 我开始无意间的发觉 其实有学生体育的才能不错 有一些篮球打得不错 有一些棒球打得不错 也有一些同学是撞球打得不错 虽然说在我们学校的规范里面 所谓的撞球场 是一个不允许孩子们去的地方 因为那个叫是非之地 然后容易会龙舌杂促 所以学校本质上是禁止的 可是我听孩子们口头的描述 真的可以听到 有很多的孩子 其实他不见得是要去那里做不好的事 但他们就是对于这一项竞技活动 是有兴趣的 他们享受那一份尊荣感 享受那一份被重视的感觉 享受那一种被认同的感觉 于是我就静下心来去听 去听他们分享自己在打撞球 打篮球 打棒球等等运动场上的一些成绩 以及荣耀 然后就虽然不见得是参加任何比赛 但也许就是在某一个活动的过程当中 他做了一个大家都为之称赞 印象深刻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开心 我有被认同的感觉 于宏就认真聆听 并且加许 他们说 不错 很棒 有没有照片 有没有影片 真的去融入他们的生活 其实逐渐会发觉 这群放牛班的孩子们 虽然在学习领域以内 他们其实都是挫败者 可是他们也不过 就是想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还有一些能够被大家重视 而且认同的事情 于是我就会从这个地方切入去聆听 去鼓励他们 哎哟 有没有最近什么好的表现可以来分享呢 有没有什么事情呢 甚至是玩所谓的线上游戏 有很厉害的绝招 或者是很出色的表现 一种都愿意听下来 听他们跟我讲解 虽然我完全不懂 但是我愿意聆听 聆听他们跟我分享 老师 这个是一个多厉害的事情 老师 我那一天做了什么事情 我很强大 我就愿意去聆听 久而久之呢 诗跟生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我们的关系也就越来越融洽 他们对于我这个老师 也越来越尊重 越来越认同 当时下课时间 原本怡红的办公室 那个叫门口罗雀 根本就没有人来找我 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可是当我接触钞码 我开始修正我自己 我的心开始柔软 我的耳朵开始打开 我的眼睛开始更宽广的时候 孩子们愿意跟我越走越近的时候 我的办公桌前下课 那可是真的是门庭弱势 孩子们下课就走到我这边来跟我分享 老师我跟你说 那一天某某某啊怎么了 或是老师我跟你讲 那一天谁啊怎么样啊 大家这样子有一点嘻嘻哈哈 可是真的可以跟各位分享 最夸张的一次 在怡红的办公桌面前 排了三排的人 有一些人不见得是要来跟我讲话 可是他们很喜欢这种融洽的气氛 来这边听着其他同学跟我之间的应答 他们也想要加入这种感觉 甚至都不小心把办公室的门口都堵住了 甚至我们这样子讨论 然后有一点嬉笑怒骂的过程当中 音量还不小心影响了办公室其他老师 可是这真的就是改变的第一步 我们的上课那一份互动便柔和了许多 诗与生之间真的就融兵了 我们上课之间多了许多的对谈 也多了许多的欢乐以及欢笑 接下来呢 当孩子们真的愿意逐渐的打开心门 与我当好朋友 我也很珍惜他们当好朋友之后呢 我也逐渐的来把弟子规带到班上 我跟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们在有自己的想法之前 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真的不是我们自己随便想想 说了就算 我们必须要有一套真正的规准跟规范 于是我把弟子规带到了班上 成为班上的班规 也是我们教室布置的一部分 我们的教室布置就是 弟子规 圣人训 守孝替 刺警信 犯爱重 而亲人 有余力 则学文 我也知道这群孩子们 对于所谓的文学这些东西 完全不理解 甚至是厌恶跟逃避 于是我会用轻松的口吻 嬉笑怒骂 欢乐的方式 逐渐的用更白话 用孩子们能够听得懂的方式去解释给他们听 也让他们慢慢的逐渐的去接受这个东西 从此而后 真的弟子规就成了我们班共同拥有的班规 学生们要遵守 老师也要遵守 我们就是一起在这里做学习 有一些孩子会有不好的习惯 顺手拿别人的文具 橡皮擦 甚至是抽了一张两张的卫生纸 然后用一用 也都没有讲 这种时候有时候都会发生纷争 以前他们都会凭着自己的想法 我不过就这样 我也没有怎么样 我也不是故意 但是当弟子规变成我们班的班规之后 那就真的不一样了 我们用人物 虚名求 躺不问就是偷 写得很清楚 我就讲解给他们听 拿别人的东西一定要跟本人讲 他没有同意你就是小偷 那就算今天只是一张卫生纸 不对就是不对 规范就是这样子 所以久而久之 其实他就真的融入了孩子们的生命里面 他们也逐渐的接受跟调整自己 也把他们做人做事 不管是对于家里面的父母 长辈对于学校的师长 以及应对的态度 逐渐的也都能够转变 那再来第三步 当我们三年级的时候 怡红就开始设定 设定我们班上的学生 跟他们沟通 最后一年了 我们现在也逐渐的懂得应对进退了 那再来真的要对于未来要来做改变 那我们要么就是好好的学一个技术 以后能够靠这个技术养活自己 要么就是真的来念书 我们取得一份好的学历 让日后自己能够因着学历 再加上精力 而能够有一份安稳 稳定的工作 让家人不用担心 让自己以后也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当个有用的螺丝钉 很幸运的 大部分的孩子都听进去了 于是我们缤分多入 我们开始设定目标 我们开始考证照 我们开始考劳动部 台湾的证照 丙级证照 然后考了好几张 孩子们有信心 我们接着考乙级证照 那乙级证照 那就是具有升学加分 而且这个是能够让他们真的出去 让人家认同的证照 孩子们也从这边开始学习起 把专业技术磨练到位 甚至孩子们竟然能够 因着自己的决心投入 把我们的专业技术磨练到发光 磨练到发亮 从入门级进阶级 甚至考到专家级 我们高中生 我们18岁不到 我们已经考到了 硕博士生该有的技术等级 我们只有年龄不足 但是我们已经具有当评审的资格 甚至代表台湾地区 跟大陆地区 马来西亚地区 同时做比赛 我们的学生是台湾地区唯一的代表 在这样的比赛里面 孩子凭着自己的能力 凭着自己的愿意 拿下了很多面的奖牌 金牌 银牌 铜牌 大有人在 掌握了 也增加了孩子们对于技术学习的信心 到后来 升学的成果以及技术的成果 超过了往年所有技术班的一个层次 我们班每一个人都有三到四张丙级证照 乙级证照 很多孩子是考不到 很多孩子一张证照就已经很厉害 我们班有很多的小朋友都是三四张丙级证照 两张乙级证照 甚至有人是挑战三张乙级证照 那专业的技术从入门的到专业的到专家的 大有人在是一大把 最后的升学成绩 我们有人考上台湾公立的学校 有考上有名的学校 台湾有名的冯甲大学 淡江大学 我们班都有人考上 而且那个过程之巧合 真的是让大家无法相信 就运气这么好 刚好成绩够 刚好别人放弃 刚好就是被录取 这完全跌破了众人的眼镜 他们真的是无法想象 入学那一年 我们班是如此的难以驯服 没想到两三年之后 我们班升学成绩 技术成绩 以及应对进退 竟然是如此的反转 如此的反转 甚至学校有资深的老师说 你们空前 但不知道会不会绝后 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班级 真的上史上最强放牛班 那以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缘 见证这样一个事实 我只能够说 真的感恩当初的机缘 能够接触到我们超马系统 如果没有接触到 说不定今天 我还在这里生烟 那里烧掉 都还在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真的这是怡红的真心见证 也鼓励大家试试看 让我们在教育领域 大家一起来试试看 说不定以后会有好多好多的孩子们 因着你我的试试看 也同样的翻转他们的人生 以上是怡红简短的分享 感恩各位的聆听 感谢